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是借助我们这种网络的这种形式在疫情阶段下面 我们想跟各位朋友 各位专家做一次探讨 这也是我们今天华调软件在工业互联网 包括我们3D的这个技术怎么样进行结合使用 现在听得到了吧应该 大家星期六上午好 现在疫情阶段还没结束 我们想借助这种网络的形式 跟大家探讨一下现在当局下面的工业互联网 还有我们讲的未来企业的竞争力 怎么提升 现在国家已经把这个数字化转型升级 应该提到非常高的一个层面 各个部委也发了相关的文件 包括我们省里面 室里面都做出了响应 也发了相关的这个文件 也有一些很多政策的这个支撑 我们今天也就重点探讨一下 华调软件 我们自己在工业互联网 还有3D技术这一方面的这个实践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 我们的这个交流 能够启发大家 或者我们大家能够共同探讨 未来的一些新模式 我是华调软件李建勋 现在在公司主要是负责 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这一块 还有我也负责一部分营销工作 今天我们主要分四部分 这个共同探讨和交流相关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工业互联网 加我们讲广义CED 对我们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第二个是华天在工业互联网 加CED这一块的一些实践和解决方案 第三部分是我们的一些应用案例 看一下我们的企业 怎么运用这些新的这个技术 怎么样在他们转型升级过程当中 这个得到应有的价值 最后我们还有一些新产品的一个发布 主要是现在新增了两个 跟CED相关的产品 我们的云CD和CD2020 最后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现在面临着几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 无论我们多么的不情愿 不愿意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大家可能对乌卡时代 可能听上去比较陌生 实际上这个名词很早就有 它主要是讲的就是 现在这个时代不像过去 非常有序 非常有规则 现在已经变得多元化 易变性很强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以及整个运行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这种因素影响 它有复杂性比较强 并且还有不确定 在不确定因素下面 引导的这个结果 甚至我们讲 获取的这个信息 都具有模糊性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乌卡时代 这个体现的很明显 国内的疫情 这个是突如其来的 这个是很多人也没想到的 我们去年年底 在做这个2020年的这个预算的时候 应该是信心满满 也是这个疫情风发 接着过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个受到 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 整个我们对大的环境 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也对在新的这个环境下面 我们也做出一些 快速的这个调整 包括我们国内在接近 疫情在接近结束的时候 国外的这个疫情又爆发 包括我们去年 前年去年一直持续的 中美的贸易摩擦 这个中美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特别是在高端 高科技领域 这个摩擦不断 包括最近我们才出的一个 就是俄国和沙特 这个石油谈判破裂 这一系列的事件 都是我们没有预见到的 并且这些事件 在我们企业的实际运行 过程当中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 包括现在复工复产 所需要的人 利益 还有我们这样的财物 还有我们原材料 这一块 全面受影响 包括整个全球的财链格局 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 原来中国在 中国是制造大国 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里面 应该是 站在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我们很多的产品 没办法进行正常的生产 没办法进行正常的供应 这可能会导致 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 一些地位的一些变化 在市场的这个需求 这一块也不旺盛 出于这个评级 我们这个采购经济指数 也下降的非常快 包括我们讲的供销体系 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以及在这个疫情情况下面 以及这个国际形势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我们的财税政策 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现在 各方都发了很多政策 但很多政策在落地 在企业的实际 运行过程当中 起到的这个作用 还是略显不足 也就是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乌卡时代里面 应该是最近就碰到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事件 导致我们对整个时代的判断 对整个未来的这个判断 还是趋于模糊状态 乔布斯说的 不要等到一艘船 从头顶上开始漏水的时候 才想起要找救生艇 也就是说在乌卡时代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把握住未来的脉络 能够在未来的 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能够脱颖而出 我们希望通过后面的探讨 我们能够有所启发 没有谁能够准确预知未来 也没有谁能掌控未来 我们只有将 只有为即将来临的困难 做好尽可能周到的准备 才能防止进入我们讲的恶性循环 甚至我们讲的 立马休克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我们有了接下来的探讨 第二个呢 这个特征也比较明显 特别是制造业 就是我们讲的工业互联网时代 现在已经从国家的政策 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应该已经全面的 或者说是即将要全面的 进入工业互联网时代 我们在生活消费服务等领域 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企业的我们叫特别制造业 企业现在也在积极的拥抱 工业互联网 特别是我们讲的无卡事件 就是最近出现的 这个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加速了制造业 向工业互联网买进 从原来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寻找 原来我们的企业组在这个疫情之前 什么进行数字化建设 什么协同设计 什么这个整体的这个转型 这一块都是听概念 听别人讲 自己主动的思考的比较少 在这个无卡事件出现了之后 我们就会主动的去 寻找相关的解决方案 为企业生怒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最近也就是昨天 昨天早上工信部 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 加快发展的通知 这个地方也是 也是我们讲的这个 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出现之后 特别是企业的复工复产这一块 确确实实也给我们 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难 这个也是工信部 发了相关的这个通知 要求利用工业互联网 促进复工复产 特别是要加快各类 场景云化软件的开发和应用 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工具 普及力度 降低企业数字化门槛 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 当然这个跟我们相关的 其实有很多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实践敏感网络 边缘计算 工业智能等等 这一些关键性技术 这个都是跟我们 这个相关的 这个软件企业有关系 包括工业机理 模型库 还有工业软件这一块 这也是我们 我们公司 现在也是重点关注的 这一块 所以说现在已经 包括政府 包括这个企业 已经明显意识到 工业互联网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值 但企业实际上在建设 工业互联网的 这个时候 它也有一个 类区利 前面是我们讲 政策的这个支援 实际上还有一个 类区利 而传统的企业 就是企业这个 传统的这种升级方式 都是由内及外的 要说先把自己的生产 把自己的经营管理 把自己的营销给做好 然后才慢慢去考虑 工厂以外的 包括客户的需求 包括这种 整我们讲的这个模式的变化 或者我们讲的这个销售模式的变化 但是现在不同 互联网的这种企业 创新转型的这个需求 是从由外及理的 也就是说 它的整个变化 是由于外面的客户 市场环境的一个驱动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精准的营销 微信化定制 还有智能服务等等 以及新的一些模式的出现 重包重筹 重创的模式的这种出现 协同设计的模式出现 导致我们内部结构 要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工业互联网企业的一个 朝工业互联网转型升级的一个内驱力 第三个时代 我们认为是极致体验的时代 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为本 以奋斗者为本 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这是华为内部成功的 这个主要原因 也是他华为的力量来源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客户 就我们企业的客户 从关注单一功能 这个单一维度的这个需求 变成全方位关注 体验 多维度的这个需求 比如说 我们这个客户的产品 开放哪些 禁止 服务到底好不好 我们用户的参与度高不高 协同效率高不高 生产周期是否能更短 运行的数据 能否支撑产品进行改进 精准定位的 我们讲的应用场景和销售场景 在哪里 受众者得到哪些利益等等 这都是我们现在客户 都比较关心的一些要素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关心点啊 它不仅仅是从这个产品的功能性 去考虑购买产品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挑剔的时代 是一个需要满足极致体验的时代 这也是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制造业企业 现在无时不可感觉到 来自我们讲的竞争对手 还有目标客户 甚至看似毫不相干的产业的传入者 比如说平台公司等等 他们传过来的这个压力 我们的这个企业组 企业的老板 企业的经营者 还是很感觉到压力非常大 但我们认为只有以目标客户 给目标客户带来极致体验为目标 来改进我们企业的运行模式 还有运行流程 将极致体验植入企业的每一个活动当中 以及每个人的行动纲领当中 这样才能够以不变因万变 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能够在市场上面能够读书一字 当然在工业互联网下面 我们的这个体验或者客户体验 关注什么 我们企业应该关注哪方面的这个体验 第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的下面讲的 比如说品牌建设 市场营销 方案对接 详细设计 公益设计 自检规划 生产运行 项目实施 工厂运维 售后服务 产品运维 产业链协同 业务链协作 技能提升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企业内部所关注的体验 以及这些体验是要释放给或者是要去跟我们的用户进行对接的 当然我们作为工业软件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 我们能够给企业提供什么样更好的这个体验 这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这个关注点 当然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讲新技术爆炸的时代 新技术爆炸的时代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新技术态度了 包括这个我们新冠联播里面 各种各样的 人工智能 大数据 5G 物联网 云技术 智能感知 VRMR 全新影像 等等 这些技术 层出不穷 琳琅满目 但是哪些技术是能够为我们企业用得上的 并且近期能够用得上的 哪些技术是能够提升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运营者 管理者也是非常的焦虑 不想落后 所以说看到这些技术 有种这个追不上时代的感觉 无从下手 包括现在我们讲的新型的这个基础建设 基础实施建设 包括我们的5G 能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 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新基建 其本质上还是信息数据化的基础建设 所以说这个 我们现在做这个企业或者做新技术的一些应用 还是要把这个基础建设给做好 这也是这个国家在政治上面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工业互联网加3D 3DCD这个三个计算机辅助设计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广义的3DCD这个概念 也说我们把CED这个技术进行泛化 我把它叫做工业3D技术 主要是在工业领域里面 用的这个3D技术 工业互联网加3D 主要是利用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和能力 借助三维CED的运算能力 将三维显示技术 用于工业业务场景当中 满足企业的实际业务需求 也满足我们讲客户的极致体验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探讨 我们共同探讨在工业互联网的支撑项目 用3D技术给客户带来极致体验 探索新的企业运行模式 为企业带来核心竞争力 以及巨大的价值回报 在乌卡时代 我们能够脱颖而出 甚至利于行业的巅峰 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探讨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解决方案 这个企业在工业互联网这个探索之路 我们也总结出来有这个三个途径 四种模式 这个跟企业的实际运行状况是相关的 一般情况下面 我们这个企业都是从生产端切入 搞我们讲的这个智能制造这一块 也是智能工厂这一块 这个很常见 因为包括前几年的 我们讲的这个部委的这个课题 包括省里面的这种课题 基本上都是朝着智能工厂 智能制造这一块去发展的 包括网络改进 包括柔性生产线的建设 包括这个工业软件体系建设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工业数据平台的这个建设 还有第二个途径呢 就是我们讲的产品端 做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 把卖出去的产品能够进行互联 通过远程的方式进行远程用为服务 以及在这个数据这一块 可以提取回来 可以为下一个产品做 我们讲的这个改型升级 就是我们讲的从产品端 甚至我们讲产品端的一些智能的一些体验 这都是在产品端做的一些工作 当然还有第三条路径 就是从平台侧这个切入 这个也很多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协同平台 整个供应链协同平台 还有我们讲的质量协同平台 还有我们讲的用户个性化 定制交互的这个平台 以及我们讲的工业APP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共享 这些平台 这个也有很多公司在建设 包括现在也在这个公信部 发的这个平台公司 大概有100多家 这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公业互联网的探索之路 在这个探索的路径下面 我们讲也有这种四种模式 第一个就是基于现场连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 这个我们在航天军工 还有电子信息石化 这里面都是用 包括汽车都是用得非常的好的 它主要实现了通过互联网的这种方式 实现了生产制造 计划资源 还有关键设备的这种联网和监控这一块 第二种模式是产品的这个联网服务 包括我们在工程机械 这个三一 徐工 这一块都做得非常好 还有这个电力设备 还有供水设备以及家电 这一块进行这个产品的监控 运行状态的监控 提供我们讲的这种预测性维修服务的这种 维修的这种服务 包括做这个产品的健康管理 第三种模式就是基于互联网 进行这个协同 这个主要是历在的 我们讲集团型企业 以及我们讲产业链上的这个企业 需要这种协同模式来进行这个 共同的去设计生产制造产品 第四种模式就是我们讲的个性化定制 C2M C2M这一块在家电 这一块是探索的比较早的 包括我们讲的服装 服装这一块 这个库特智能这一块 他们也是做这个服装的这个个性化定制 还有家具这一块 家具这一块也是有很多这个企业 做得非常的不错 这是我们讲的这种四种的 就是工业互联网建设的这种模式 当然我们认为在企业内部 就是我们讲的工业互联网下面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建设 第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研发设计的这个数字化 研发设计的数字化 有几个特点可以给大家这个探讨一下 或者是共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全商位的设计 第二个是基于特征的表达 第三个基于文档的过程驱动 第四个是我们讲的知识工程这一块 第五个是过程模拟 第六个是产品的标准规范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生产数字化 讲我们讲的基于模型的工艺设计 基于MBD的工艺设计 还有基于模型的工艺仿征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现场的作业指导书 培训 还有三维的工厂监控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三维的设备运维控制 还有我们讲质量管控的数字化 还有我们这个维修维护的数字化 以及营销过程的数字化 还有我们讲进入决策的数字化 这都是我们企业内部在工艺互联网的这个 其中下 还有在企业内生竞争力的这个提升要求下面 我们要做的一些数字化转型 当然这里面会用到很多技术 包括我们的3D显示技术 大数据技术 还有VR的这个技术 以及我们传统建设过程当中的工业软件 包括PDM CPP Math WMS Skada 等等 这一块的这个建设 而我们好像在工业互联网加3D这一块 也做了自己的实践 现在也已经特别是在这个面向工业互联网这一块 包括是结合3D的这个技术这一块 我们打造了三个平台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ICP Cloud 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平台 第二个Chrome CD 这是三维云设计的平台 还有我们SV有三维可视化的协同平台 覆盖了整个数字化设计 数字化研发协同 数字化工艺设计 数字化生产制造 生产制导 多维的项目管理 数字化质检 数字化工厂运维 数字化培训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化的ITM 这三维的ITM和倍平边界手册 还有我们讲的数字化营销这一块 这是我们做过的一些实践 后面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基本上通过工业互联网和3D的技术 实现了全商务贯通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刚才已经讲过了 不讲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工业互联网加CD CD这个大家用的都比较成熟 这个只要是企业 或多或少有二维的CD或者三维的CD来做设计 但是在产品设计 我们讲的不是从CD应用 从产品设计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是面临了很多挑战 我们也举出了一些例子 57%的公司觉得 熟练掌握CD的知识才能修改模型 第二个是48%的公司 他们觉得模型缺乏灵活力 模型缺乏灵活性 需要大改之后就会出现故障 54%的公司认为这个用户很难找到可以重用的这个模型 在工业互联网的这个技术的应用之下 或者我们讲的这种模式的驱动之下 就催生了我们讲的这个借力产业互联网 进行这个设计的输出化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们有很多模式 特别是行业 我们讲垂直领域里面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顶级公司 他们把这个设计资源 或者把设计的这个活动 都归到我们讲的龙头公司里面来 他利用产业链的这种情况 获取更多的设计需求 他通过速速化的这个设计平台 有强大的我们讲的快速设计功能 智能的这个设计功能 以及带有行业标准的这个设计的这个CD 能够快速的设计出商务模型出来 并且进行交付 这是我们讲借助产业链这一块 但他核心底层是他本身设计能力的提升 再加上需求的 我们讲的这个对接和这个资源的整合 能够面向行业面向产业链提供优质的设计服务 这是我们讲工业互联网加CD 向一些新的业态或者新的模式的推升 刚才讲了工业互联网加3D 其实核心其中之一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专业设计地 它在这个细分领域里面 它能够快速的进行设计交付 这就需要专业的设计系统 我们认为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软件 我们在石化金色贝这一块 也是跟这个洛阳石化 跟这些我们讲的国内的几个设计院 都做了这方面的这个合作 那我们这个总结一下 就是在冲阳模具 铸造模具 住宿模具 金色贝 这个齿轮 还有桥梁隧道施工 铁路 机器人 珠宝 等方面 等行业 我们都有行业的这个CD来做支撑 满足企业 我们叫新模式的这个变化 这是我们在这个冲阳模具 还有铸造模具 还有净设备这一块 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净设备这一块 做的这个快速设计系统 它是一个导航式的这个设计环件 你输入一些关键性的这个要求 它会自动出尺寸 并且自动出 自动出商务模型 包括它的二位的工程处图 也是按行业的标准 给它做出来 这个也是我们做的这个 大量的行业的这个开发 从原来的我们讲 一套净设备 从原来两个星期的这个设计时间 现在基本上 在半天左右就能够设计完 这个用得非常好 第二种模式 就是工业互联网加三位CD 利用工业互联网的这个技术 加三位CD本身的能力 我们有催称的我们叫云CD 这一块 这也是我们今天 可能要等一会要重点 发布的一个CD产品 我们叫的云CD 是基于云架构的这个CD 这个云CD当时催称出来的 我们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云端可以建模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设备 任何人 都可以进行建模 利用云端的这个云存储 云计算云服务的能力 可以对可以进行这个 随时随地的 大数模的这个设计 包括他用云端的这种模式 可以适配多种 我们讲的这个终端设备 包括PC端 web端 还有这个移动端 通过云化的这种方式 它更大的一个特点 它是可以做协同 原来我们CD的协同 只能做到 我们讲的这个零件级 我们从那个top down的 这种设计模式 可以做到零件级 那我们现在可以 通过云的这种模式 我们可以做到特征级 比如说我们可以 对同样一个零件 进行不同位置的设计 并且能够进行同步 但我们在云这一块 也跟很多这个企业合作 包括华为云 浪潮云 腾讯云 都有 阿里云 都有合作 我们看一下 这是云CD 就是机械产品的这个设计 这是在我们讲的网页端 进行这么一个设计 所有的运算服务 这个都在云端 大家在这个外面看到的 只是一个 我们讲的显示 当然这个我们讲的部署 可以部署在这个私有云上面 也可以部署在工业云上面 这个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 这是一个新型发动机的一个设计 当然我们还有创意设计云 像这一块 包括进行这个模型搜索 可以搜索相似的这个模型 进行改型设计 还有我们讲的这种创意的这种构建 非常方便 再是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加CD的协同 协同这个概念很早就有 提到更多的我们讲的视频协同 就是大家现在在疫情阶段用的也比较多 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用的 这都是我们讲的一些 协同的一些办公环境 包括协同会议 那我们结合协同会议的这些能力 包括我们三维CD的这个运算的这个能力 我们可以在设计 在产品的方案 产品方案 它设计出来之后 可以在整个产业链 或者我们讲企业内部 进行这个协同评审 包括我们在这个不同部门 或者是不同企业的领导技术专家 还有设计师 还有供应商进行远程的这个行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接触的不同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场景下面 同时进入到一个会议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商务模型的这个查看 爆炸 偷切 进行标注 甚至语音视频等等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我们讲的产业链上 实现零部件供应商与主机厂 进行这个供应商产品的这个协同评审 包括我们讲的模具厂和主机厂的这个模具评审 还有产线厂商和工厂之间进行方案的这个评审 以及我们讲的工程设计方与设备厂商进行协同评审 这个产品我们在疫情阶段用的品质比较高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一些项目投标 一些过程当中 有需要跟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一起去探讨 投标的一些方案 我们就用这种商务的方式 进行商务的设计和商务的方案展示 并且商务的这个协同评审 这个我们内部也用的比较多 当然在企业内部 就有设计人员和设计人员进行这个接口的协同评审 还有设计人员跟工艺人员进行制造性协同评审 还有技术人员与工厂之间进行操作的 这个工程操作工进行远程的这个交流 还有技术专家跟施工以及维修实事人员进行这个协同 应用场景很多 可以大家去挖掘 那这种方式 第一个我们可以节约这个出差的这个成本 第二个能够把事情讲得非常清楚 随时随地就能够开展我们的协同这一块 这也是我们讲的数字化制造这一块 数字化工艺 这个工艺这个因为这张图大家应该看的比较多了 这个我就不做具体的这个讲解 但是我们国内现在是工艺环节应该是做的比较差的 包括工艺的数字化以及工艺的管理这一块 其实相对研发和生产制造这一块 我们还是做的相对比较比较弱的 那我们也有这个面向工业互联网的商务工艺设计APP 包括我们面向装配工艺的广义装配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结构件装配 焊装 焦装 还有涂装 等等 这个我们讲的广义的装配这一块 我们做的这个商务装配工艺CD 包括数目的获取 工艺部门的调整 还有装配工艺的规划 还有装配工艺的仿真 以及商务作业指导师的输出 还有商务的这个 跟我们讲的平台 工具的这个 跟平台的这个基层这一块 商务机家这一块 我们也是广义的这个 机家工艺这一块 包括核件加工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热处理表面处理等等 这都是属于广义的这个机家工里面的这个范畴 因为这是在机家工过程当中 会包含我们讲表面处理和热处理这一块 这一块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导入 还有商务的特征识别 工艺的这个规划 还有过程模型的构建 还有商务工艺仿真 以及工艺的这个输出这一块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商务环境下面 做的商务工艺一个装配工艺 这个在装配工艺过程当中 我们通过这种商务的方式 可以防止这个漏装错装还有重复装配 并且通过商务的这种方式 能够把整个装配过程 以及用工装夹具 以及我们的装配质量要求等等 能够表现得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 技术人员跟操作工人之间的这个 这个交流时间 能够快速的把一个工艺方案 讲明白讲透彻 通过工艺仿真 可以看到哪些地方干涉 包括工装的干涉 包括零部件的这种干涉 这样的话可以提前修改工艺 可以减少样机的使用 工业互联网加我们讲质量管控这一块 我们讲这个地方就涉及到 我们讲的产业链质量管控 特别是我们讲面向大型复杂产品的 整个制造产业链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中油和下油 上中下油各方的这个客户比较多 需要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利用工业互联网这种方式 需要一个共同的协同平台 完成质量规划 质量执行 质量验证 还有我们讲的质量监管 这一块 这个图就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财源链质量 就是财源链质量管控系统上面 各个角色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讲的以下的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数据传递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质量标准 还有质量的这个规划 统一定义 还有在不同的地方 实时的通过各种不同的终端 进行快速的这个提报 还有我们讲应用大数据的方式 可以做质量的这个预测和质量的这个监管 真的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互联网加质量管控 当然在这个质量管控下面 我们就是要考虑到 通过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方式 进行数字化的质检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原来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质检 实际上是在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质检的一些数据 都是手动抄的 从这个二位的工程图上面 或者从三位的这个模型上面 去测量 去抄的一些数据 是手动抄 但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数据 它已经存在我们讲的模型或者工程图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数据解析的方式 可以把这些数据给提取出来 并且按照质量的规划的这个要求 可以分配到我们讲的质检表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我们讲的数据的这个解析 还有三位的可质化质检规划 以及我们讲的可质化的批注 还有可视化的这种测量引导 以及我们讲结构化的质检报告 还有实测数据分析等等 这也是利用我们讲的这个工业互联网 就是物联网的一些技术 进行快速的提报 那这个视频就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可以这种商务模型中可以提取出 我们讲的质量的这个数据 质量的要求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防止错填和漏填 甚至我们俩的重复填写 以及我们讲这个尺寸的精准定位 可以在模型上可以进行精准的定位这一块 再往后面呢 我们实际上在实测过程当中 我们通过物联网可以接到我们刚才讲的 速度化的量据量仪 可以把这个现场的数据 能够快速的填报到我们讲的这个系统里面来 最后进行这个检测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讲这个整个填报和规划的这个速度 质量规划的这个速度 比原来是提高了10倍以上 并且用可视化的方式进行过程的这个规划 可以通过实测的这个技术 与这个模型中的数据 可以进行匹配 可以进行比对 看一下是否合规 是否合格 这个直接录取 直接录入的这种方式带有这个时间戳 在时间戳的这个指引下 我们可以结合着工艺 我们讲的工艺质量一体化 可以结合着工艺这一块 知道是不是应该当时做这个质量的 这个实测 实测检验 然后避免这个后补 这是降低整个人工成本 我们在一家企业 原来他们是八个这个 自检规划人员 后来用了我们这个系统 最后是降到三个人 就是去掉了五个人 他这个速度还是 效率还是提升的非常高的 再就是工业互联网下的数字化运维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运维的一个基本框架 这个框架写的不是很详细 但基本上能表现 能这个体现这种意识 我们的这个产品 现在已经开始做这种这个联网 这个联网是连着我们讲的这个企业 可以从外网把数据传到我们讲企业内部来 进行我们讲的主动性维修管理 还有设备的健康管理 性能的数据采集 以及我们讲的全生命周期后端的 我们讲的这个报废这一块的这个管理 在实施维修过程当中呢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维修计划的设计 还有这个故障诊断 故障隔离 以及远程维修维护的作业指导等等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讲的 利用三维的技术 可以看到我们讲的整个在互联网 的这种模式下面 官员互联网下面 可以看到实际建造 一个是我们讲的建造的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 产品施工 现场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进度 这是一个进度的一个模拟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或者我们讲的里程碑阶段 这个施工应该建 应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 断购机的一个 现场施工的一个模拟 还有它实际 断购机在实际用的工程中的一些数据 也可以回传回来 我们可以进行数据的这个监控 可以查看 以及当它出现这个 损坏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讲这个 断购机刀头部分 需要这个 维修 或者需要换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种 维修的这个作业指导书 可以推送到现场 教现场的这个施工人员 怎么样换刀头 这是我们讲的工业互联网下的 3D项目管理和用为 当然还有我们讲的这个 3D的培训APP 通过这种多种 虚拟化的这种手段 虚实结合 可以采用沉浸式的这种方式 给客户进行 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内部员工 进行培训 包括我们讲设备的一些简介 结构的这种组成 还有系统接口的这种布置 控制原理 常见的一些故障 还有故障场景的排除 包括故障代码等等 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进行这个 培训展示出来 还有我们讲的 三维的维修作业指导书 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这是改变原来传统的 用纸质的这种方式 我们大家原来搞 这个维修的时候 就很明白 原来有一个专门很厚的 这种很厚的维保手册 这维保手册 实际上查询起来 还是很麻烦的 并且像我们讲的 跟车的一些手册 跟车的手册比较大 并且在故障出现的时候 其实维修的维修人员 还是心里面 还是很焦急的 很多时候平常 不怎么看这个维修手册 一直到出现故障的时候 才会看 所以说我们想通过这种 三个的这种方式 很直观的表达出来 这个维修的方法 并且我们这个前端是连接了 一个我们讲的故障代码 现在这个车联网 还有物联网技术比较发达 对于这个错误信息 会发出一个我们讲的这个 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实际上后面 就可以关联我们的这种 三个的作业制导书 三个的这个维修作业制导书 可以快速的进行定位故障 并且排查故障 并且做出故障的这种 减维修 还有我们讲的3D的事后服务APP 特别是我们讲的这个备品备件 就是我们讲的备件的这个 领用维修这一块 可以进行精准的通过这种方式 上的方式可以进行精准的 这个部章位置进行定位 并且跟我们的这个管理系统 进行连接之后 可以快速的查找到 我们讲备件的状态 再次工业互联网下的这个 3D速刷工厂 包括我们讲的车间的布局 综合信息管控 还有生产的实时数据仿证 控制以及生产过程的模拟优化 等等 这也是我们在工业互联网 特别是我们讲的物联网下面的 这个输出化工厂 可以发挥很大的这个作用 我们通过这种三维的这种方式 提供厂房产线 还有设备的一些建模 搭建整个输出化工厂 通过信息采集的这种方式 可以用这个采集的数据来驱动 三维模型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呢 包括它的这个除了这个位置 姿态的这个变化 它更多的是它本身运行的一些信息 设备运行 包括这就像看到的 这个AGV的这种小色 这种运行的状态数据 是可以返回到商业环境里面来的 那特别是我们在物流这一块 又涉及到这个AGV 是从哪里来 接到什么这个运送任务 上面是运载的什么货物 数量 我们讲的物流的这个强度 包括它的目的地等等 都可以通过这种 商业标签页的这种方式 可以展示出来 特别是当它发生故障的时候 我们因为有三维的这个定位系统 可以快速的在商业环境里面找到 我们讲的这些设备 并且知道这个设备 哪些地方出来故障 它停留在什么地方等等 这也是我们讲的这个三维的这种 利用这个物流网的这个技术 可以进行这个数据的这个实时同步 实时仿真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商业环境里面 去控制我们讲的这些设备 包括我们物流的这个物流小车 AGV小车 我可以控制它的运行路径 包括设备的启停等等 这都可以进行远程的这个控制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是工厂仿真这一块 在生产任务 这个没有下达 在做计划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虚拟工厂里面 进行我们讲的这个任务和计划的仿真 包括工艺的仿真 以及节拍的这种仿真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生产的产能到底有多大 这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故障 我们在故障这个概率下面 我们这个整个工厂的这个 运行状况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调整 应该怎么调整等等 都可以进行我们讲的工厂的这个仿真 这个其实刚才讲了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产品的 就是这个涉及到跟物流网 跟Mass系统进行基层 这一道产品的数据的这个监控 产品的工艺状态 就是实际执行的工艺的这个状态 包括产品的生产质量 生产缺陷 包括生产的这个批词任务 等等这一块也可以进行这个监控 还有设备的这种状态 我们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这个监控 包括关机 待机 报警 等等 包括一些我们讲的这个 AGB 这个物流设备的这种运行的一些状态 包括传送设备 运行的一些状态 以及存储设备 包括我们讲的利库 还有这个线边库 等等这些 运行的这个状态 都可以进行这个 数据采集和监控 还有一块就是人员监控 人员是否在港 是否在正确的位置 等等 在港时间 等等都可以进行这个监控 这个是在运行的这种互动的这个显示 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在一个企业做的这个 我们讲的现场运行数据监控和展示 这一块 再就是互联网下面的3D营销展示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种新型的 我们讲的这种 互联网的这种 营销展示的这种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左边的这个 是我们讲的 就是可以互动的全新影像 这是一种商务营销展示方式 右边这个右下角 这个是我们用AR技术 来展示的一辆车 其实这个车并不在这个现场 它是用我们讲的AR的一些 就是MR的一些融合技术 把这个车给展示出来 这种展示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调研 特别像这种汽车的一些4S店 有些店特别大 有些店特别小 它的这个能够放的这个车的数量比较少 那我们可以在这一些小的这个店面里面 我们通过虚拟这种环境 可以进行这个查看 各种各样的这个车 包括车的这个类似 外饰 还有这个颜色 等等 这可以做这种营销的这个展示 这一块 当然这个我们还可以把它 就是做成APP可以带走 就是企业有一个产品集 这个产品集都是中国这种商务的方式 给展示出来的 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做我们讲的这个产品的配置 点单这一块 这是我们讲的通过商务 在这个用商务的方式进行这个展示 当然我们可以做这个选单系统 选单系统比较复杂 这个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内容比较多 我们这个模型呢 实际上是可以发布出去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发布到这个 就是把这种配置 可以配置的这个模型 可以发布到微信 QQ 还有定点 还有微博上面是可以去发布出去的 发布出去之后 甚至我们可以跟电商平台进行这个结合 发布出去之后 我们起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信息 通过你的注册 通过你的这个位置共享 等等 包括你在这个模型上面的停留时间 以及各种各样的操作 点单的这个喜好 包括停留的时间 等等 我们可以做出这种大数据的这种分析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用户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分布 哪些区域对什么样的产品 对什么样的配置包是最感兴趣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 在4S店里面 或者在这个投产 或者我们讲的这个做储备这一块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类型的这个产品 可以做出更好的一个投放 包括车型的这个销售比例 什么样的车型销售的好 这个销售比例这些数据啊 类似这些数据 我们是可以把一部分开放给我们的客户 实际上利用客户的一些从众的一些心理 来引导客户进行这个消费 其实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对一款车大家买车这个这个事情 心里面应该有一些这个心理路程 你看到这个路上跑的什么车最多 那你肯定认为他的这个安全性能是最好的 他的这个是受大众喜爱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未来要买车的这些人 那他肯定会做出他自己一个选择 实际上这就有就具有引导性 这种引导的这个背后 实际上是我后端的生产制造 就C2M这种模式 你的配置包选好了之后 我实际上要制造给出来的 那制造的这种模式呢 实际上我可能是引导他选标准包 这个标准包在后端的这个制造环节 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 我们讲的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因为你选配 选配的种类越多越庞杂 越不具有规律 我们在后端的运算 在生产制造端的这个计划排产领料 包括这个我们讲的仓储等等 都会造成巨大的这个麻烦 所以说我们具有一定的这个引导性 当然我们利用三维营销的这种方式呢 我们不会用这种传统的 比如说360的这种 360度全景照相的这种方式 我们在设计阶段 我们在设计阶段 我们就可以引入这个 设计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预投产 应该是预投放 所谓的预投放就是测试市场 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协爱程度 在这个正式投产 或者正式投放之前 我们就了解了客户的协爱数据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这种改型 进行这个局部的改良 或者改型等等 这就是这个就比原来说 实测已经出来之后 我用360度全景照相 给它再这个重组 或者是重新配置出一个产品 这个中间就有很长的 我们讲的市场的一个 宣传的一个空间 这也是我们利用三维的这种方式 比较好的这种可以进行这个市场营销 也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互联网家3D营销的一些价值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真实的体验 这刚才前面也讲了 就是说我们的产品 是否给我们的客户带来了极致的体验 我们应该从营销班就开始 可以用这种三维的方式 用VR的这种方式 用AR的这种方式 可以极尽真实的进行产品的体验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一些定制 可以所见即所得的 可以看到你买的这个产品 在这个你自己的个性化定制下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等等 这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场景的还原 比如放在你家的这个车库里面 或者放在你家的这个 或者你在这在在路上跑 是秋天在跑 还是这个冬天在雪地上跑 等等 都可以让你这个极尽真实的 可以看得到 但还可以面对企业来讲 它是一个小而全的这个数字展厅 原来只有在数字展厅里面 才能看到虚拟的产品 才能看到我们讲的实物 那我们通过这种营销的这种APP的方式 让你把这个展厅全部带给客户 推销进行递推的方式 直接带给客户 在丰富的这个信息展示 实物模型放在那个地方 是需要服务很多的 我们讲的手册去观察的 那我们可以在三文环境里面 可以嵌入虚拟的文字 包括这个产品的讲解 功能 性能 适应的场 这个环境 在什么环境下 它油耗最低等等 都可以嵌入到这些商务环境里面去 可以进行更加丰富的这种展示 让客户在了解这个产品上面 更加全面 再说我们讲的资源和实践的配置 刚才也讲了 这个是在厂商在正式产品发布之前 正式在已经出现实物之前 生产之前 我们就可以进行 抢先的让消费者 对这个产品进行这种 这种虚拟体验等等 我们讲的概念车 概念车 那确实是那就生产一台 那我们就可以 这个比概念车 可能还更加往前靠 靠一些 所以另外从企业角度来讲 它可以能够引导 研发引导土产 最后是吸引消费者 这个人群 现在很多这个开车 或者买产品 都是通过网络的这种方式 来买产品 它首先是通过网络的方式 去了解这个产品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商务的方式 能够吸引更多的 这个消费者的关注 并且对它的这个消费的 这个应该是进行引导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商务营销的 这个展示这一块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利用工业 互联网的这种方式 包括我们商务的方式 从这个研发到生产到服务 以及我们讲的营销这一块 我们都可以进行充分的 这个展示 让我们可以看到 给客户 给我们自己内部的 这个我们讲的业务人员 一个全新的 不同的 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当然我们就是工业互联网 实际上对3D的这个技术 实际上是提了一些要求的 这个我也总结一下 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连续性 我们刚才讲了 就尽可能的 希望是从设计模型中来 一开始就不断的利用 设计模型本身的模型基础 根据业务场景去衍生出 各样的各种各样的 3D的这个业务模型 并且我们希望是 通过交互的方式来进行 交互才能给这个场景 带来生命力 第二个是规范性 根据业务场景提出 3D模型的建模标准 和应用标准 这个也是一个是业务环节 一个是我们讲 这个面前消费的这种环节 其实都是有一些要求的 第三个是一致性 就是当前面的场景 模型发生变化时 后续的场景 应该尽可能的同步发生变化 这就是我们讲的 讲的更直白一点 就是类似于设计变更 或者是我们这样的变更 变更之后 相关联的所有的场景 我们也是尽可能 希望它同步发生变化 这就是这个开放性 特别是我们现在 国家互联网这一块 应用APP非常多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3D的技术 能跟工业的这个应用APP 能够结合起来 它的集成性和开放性要好 并且在这个异国平台 异国环境里面都能够使用 这也是我们讲的完整性 模型在衍生或者我们讲 演变过程当中 应该尽可能的 就是在满足场景要求的情况下面 不丢失场景相关的 这个所要求的这个数据 这是我们对 就是工业互联网 对3D技术提出来的 提出来的一些要求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努力 操作那三个目标在发展 我们也是在来做 异构CED的这个数目的统一 包括MCD 这个常见的MCD 包括常见的中间数据格式 数据标准等等 我们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28种这个CED格式 我们都能够接触进来 并且做国产自主的这个数据格式 这个格式 我们现在也是尽可能的 我们要去推 向这个相关的这个标误会去推 我们想把它做成 中国的CED轻量化数据标准 这个一定会为我们的 这个未来的工业应用 会这个带来巨大的这个福利 我们现在就是标准差 都是用了国外的标准 我们要去实配国外的标准 特别是很多行业里面 都要去实配国外的标准 我们现在做系统基层 做软件基层 大家做得很累 我相信这个企业里面都很清楚 并且在数据交换的时候 数据流转的时候 进行大量的实配 并且还有很多数据能匹配不上 我们希望有一个中国自己的这个格式 让别人来匹配 让别人来实配 这样我们整个工作量就减少很多 第二个就是我们高性能的这个数据转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辆车在设计的时候 它可能十个G的模型 但是我们在后端的一些应用的时候 这十个G的模型 在普通的这个设备上面 肯定是打不开的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做 这种高性能的这种数据转换 进行压缩 第三个就是多平台 我们讲的这个多平台 多操作系统的这个支撑 这个也是工业互联网提出来的一些要求 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模型 在Windows环境下面 安卓环境下面 iOS环境下面 甚至我们讲的这个其他操作系统 Linux下面等等 都要做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实配 都能够能够看 包括我们讲的PC端 移动端 网页端 还有穿戴设备等等 都可以做 在现在我们都已经做到了 还有这个开放性和集成性这一块 等等 以及我们讲数据的完整性这一块 都做出了相关的这个努力 还有一个关键技术 就是我们讲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行业工业软件的这个架构 这个具体我就不分析 这里面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现在也是主要是我们讲 工业互联网里面的这个五层架构 包括这个边缘层 边缘计算层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IS层 PASS层 SARS层 以及我们讲的这个业务层 等等这一块这个基础架构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的介绍 这里面涉及到云平台 还有数据中台 业务中台 还有我们讲的融化的工业软件 工业APP 还有我们讲的工业APP的生态应用 等等 那么简单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案例 这是广汽私自这一块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私自跟P生产 实际上差距还是很大的 私自更乱更杂 或者数据量更大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开发吧 也是跟广汽研究院进行合作 做它的这个私自管理系统 包括它的这个可视化 还有我们讲移动端的一些应用 这一块它的那个计划准确率提升50% 入库效率提升50% 出库效率提升25% 装车的这个信息中 这个百分百一字 还有这个私自车间 百分百五字化 还有我们讲的这个牛软效率提升50% 其实在这个价值下面 出现了另外一个 他们可能更加能够看得见的一些价值 就是他们原来的私自的 一年的私自的台数 是我记得好像是80台 那现在可以生产私自150台 130台加了50台 可以这个产能可以达到130台 这后面的这个50台 如果它就是实际上 接近于披生产的质量 它是做供应定版的 供应定型的 这些车实际上它是可以卖出去的 它是可以直接卖出去的 这些50台的这个车就可以 就是我们讲创造出来的新的 这个我们讲的价值 反映到价格上面 那他们这个获得的这个利润会更大 在蓝天七色这一块 我们也是给它做的 我们讲D2M这一块的这个 智能制造云平台这一块 当然在前段的这个展示 包括他们企业的这个简介 产品的精选和规范这一块 等等都有一些那个 它是把设计和我们讲的这个制造 就是我们讲的外围的设计 它不是我们讲的企业内部的设计 它是利用设计资源 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社会的设计资源 进入到它的这个平台里面 可以做这个满足客户的这种设计 并且能够进行这个生产制造 这是蓝天七色的这个平台 包括营销设计制造 还售后的全流程服务这一块 包括4ED的这个智能设计 还有智能研发这一块 在中级海工这一块 我们是做的数字孪生的一个体系 包括它的这个跟现场的这个设备进行联网 进行这个计划数据 能耗数据 还有设备运行数据 以及GPS定位的一些这个数据 结合了起来 充分的反映在我们讲的这个 海工的这个建设 还有运围这个过程当中 这是一些我们叫海工平台的这个驾驶舱 用电的情况 自屏监控 建造进度 还有吊装的这个模拟 吊装过程的一些要求 包括船舶 就是船屋这一块 船舶建设的这个进度 包括他们分段的这个制造 这个进度的管理 等等 还有轮航的这个看板 包括这种区域的这个监控 这一块 再是我们还做了这个 工业互联网架3D珠宝这一块 这个也是一个设计的一个平台 就是珠宝贵金化静置平台 连接着消费者和设计师 已经有加工厂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行 上位的设计和系统的这个交流 这是我们这个 里面的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做我们讲珠宝的这个定制 比对珠宝的定制 这里面定制的内裙很多 包括背景 然后借托 材质 然后珠宝 镶嵌的珠宝 等等 包括尺寸大小 都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定制 在我们在3D这个质牙这块工业互联网架 3D质牙 我们通过网络的形式获取到这种医院里面的这个客户的CT的这个数据 我们通过远程我们可以对这个CT就是牙齿的全国意识的这个CT这个数据进行立项的这个建模 并且进行这个实配 把一些这个牙齿 或者我们去掉去掉之后 然后我们准备做这个全口意识 这个结合的这个地方 利用互联网这种方式 也是把设计数据完了之后 我们进行这个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 通过3D打印的这种方式 能够打出这个全口意识出来 这个全口意识是能够满足患者的这个口腔的这个 这个实配要求的 这个这个就是个性化的 不像原来的这个需要我们的患者去实配这个 我们的全口意识 现在就可以就是自己的这个口腔里面的这个数据进行实配 这个3D骨科 3D骨科这块也是通过CT扫描的一些数据 我们进行上位的这个远程的方式 进行上位的模型重建 然后这个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告诉患者 这个骨科接骨的一些 我们讲的一些规划和一些 就是一些就是出的一些问题 还包括我们手术的一些规划 甚至我们讲假值怎么样安装 安装的这个过程等等 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直接 我们讲的指导这个3D的这个打印 出现这个假值辅具的一些 这种打印 并且在手术过程当中 可以进行精准的这个定位等等 行我们最后一项就是关于华天的这个新成员 这个云CD和CD2020年的 2020的一个推广 华天CD2020实际上它是一个二维CD 就是我们在整个CD的这个家族里面 我们有传统的这个CD 有云CD 包括我们在CD上面做的NBD的一些套件 等等 这些工具有 但是我们在安装CD这一块 我们今年又发出一个新版本 就是2020这个版本 首先它能够完美的兼容 就是各种数据格式 比如我们的DWG格式 比如其他这个数据格式 你就是只设计到一半 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进行这个进行后续工作的这个设计 可以跟主流的这个CD进行进入 并且操作习惯 也是跟主流CD是一样的 包括奥特CD 能够奥特CD等等 这是简单易用 轻松上手 这是性能比较流畅 这个是速度是你现在这个国内外的这个同类CD 包括是国产内核安全可控 这个也是我们在安可环境 或者安可要求下面 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 努力吧 这是一些界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特色功能 这个是涂层的设计 这个是涂层的设计 线形种类是非常多的 可以做常规的直线圆弧 橢圆 橢圆弧 多线段 还有这个修理云线等等 这个操作 包括它的一些波云算 包括这个删除 分解 阵列 等等 等等 还有 PMI标注 按照国标进行标注 这也是我们家的这个 银细表 这一块可以自动汲取 除服 银细表 这个可以跟我们的PDM系统 能够进行完美的互动 可以直接在PDM里面构建 也可以在这里面构建了之后 PDM可以自动同步更新 这是模型比对 这个图形比对 这个设计发生变更的时候 我们可以快速的知道 这个哪个地方出现 这个形状变化 对称的这个同步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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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快的设计 没有快的设计 这是我们讲的特色功能的一些简介 我们这个CD2020 这个在软件启动 还有这个大文件浏览这一块 比主流CD更快 并且更容易上手 有根据我们本土化的一些需求 我们提供200多个这个我们讲特色功能 还有这个主流CD上面做的一些 啊次开发 可以直接移植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 就是我们这个API 跟别人是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讲的二维CD这一块 滑天软件 滑天CD2020 请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在4月份还有一个这个新产品要发布 就是我们讲新一代的这个云CD产品 这个刚才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个也是改变我们讲的整个设计模式的一款爆款的一个产品 这个主要是满足工业互联网的这个需求 改变传统的设计模式和传统的我们讲的协同模式 并且利用这个云上的一些计算资源 能够进行超大数目的这个浏览和解析 这是我们这个下一代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 从国家产品来讲 我们这是完全自主的这个内核 主要是开发了自主的这个约束求解器 这个也是跟国内的紧急高校 包括清华 就是华科等等 都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合作 这个我们也是为这个云CD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 这个应该是从股份的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是从一字行动人角度来讲 应该是全资子公司 叫华云三维公司 它的这个产品 命名Cronus ID 这是我们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云CD这一款 它的优势包括这个云计算 云存储和云协同 在我们讲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数据格式 那也可以直接接入进来 我们进行这个编辑 这是可以进行可编辑的 我们用这个直接建模的这个能力 可以在云端对这种 我们讲的这个EagleCD导入进来之后 进行再编辑 在零件设计这一块 包括这个高阶曲面造型这一块 也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功能 还有曲面网格的混合建模这一块 有比较强大的这个功能 在装配设计这一块 包括这个装配约束 还有TopDown的这个设计理念 还有标准件库 还有我们讲的零件装配体 这个联动这一块 包括工程图这一块 我们也用了这个投影法 进行这个工程图的这个设计 满足国标的要求 并且三维跟二维进行这个联动 这是我们讲的平台的这个一些特点 刚才这个也看了 我们crowncd预计是在下个月15号 就是2020年4月15号正式上线 网址是www.crowncd.com 这个感兴趣的 我们可以进行 这个是一个公测事件 可以到时候去做一次公测 你们有什么这个想法 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来 好的建议也给我们提出来 我们在这个crowncd上面 是准备进行这个弯道超车的 这个准备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超越国外的一些这个cd 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不断的这个努力和探索 也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这个大力支持 行 我今天的这个跟大家要探讨的这个内容 就这么多 下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需要问 有联盟意乡吗 当然我们公司现在很开放 可以 可以各种形式的合作都可以 现在对网格没有要求 云cd这个网格没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是我们在前端的显示这一块 是自动进行有网格的这个 这个划分 数据的安全性 这个云cd 我可以这个打个比方啊 就就像这个大家的钱是存在银行 还是放在自己兜里面 你说钱是放在自己兜里面安全 还是放在银行安全啊 大家可以 可以去考虑 cd内核这一块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唯一一点就是全国产自主 啊 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牙科这一块现在主要针对义尺加工厂吗 牙科这一块主要针对我们讲的这个全口义尺的医生 主要是做跟医生的对接 还有对工厂的这个对接啊 我们主要在这里面进行这个模型的修复啊 模型的重建 还有把它全口义尺给这个建模建出来 不止有全口义尺 包括种植导板 您刚才讲的这个牙罐的这个修复 这一块 我们有我们有另外一个专门这个数字化制牙的一个公司 试试下我可以让他跟您进行对接好吧 我刚才讲的全是国产正版的 就是提到的这个国产 CD是不是国产自主 都是国产自主的 可以在这个我们讲知识是可以发这个资产权的一个证书的啊 包括这个正版化的证书啊 云CD什么是开发的 你要说从开发的这个状态 我们 我们已经研究十年了 云CD这一块 做了很多技术技术尝试 这个要想试用的话 现在的一个状态可以到4月15号的时候 可以进行这个试用 可以看他有哪些功能 云CD我了解的现在是可以实现三维向二维的联动 图纸 云CD主要是面向三维设计的 现在二维协同这一块 你说图纸是二维协同吗 二维协同我们现在暂时没做 主要是做的三维协同 国家保密要求的 我们建立我们建议是做集团化的私有云 对于国家保密要求单位的建立 就是集团化的私有云 约束求解现在是自己的 这个是跟国内高校一起联合研发的 这个难度最大的就是约束求解 现在也是 我们原来原来是想着去年就发布的 一直没有发布 就是因为约束求解这一块进展稍微慢了点 应该是到今年四月份才 我们讲的全部的约束求解全部是自己做的 所以说到今年才发布 二维CD三维CD跟系统管理的这个集成当然没问题 现在 这个是很成熟的技术 装配体模型能到多少 这个 从云的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云CD的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装配体模型应该是可以无限大 但实际上我们是从这个 浏览器本身自身的这个承载能力 还有这个 本机还要做一部分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渲染 我们这个 目前我们测的应该是 市面上现在大概 二十几模型应该问题都不太大 就是传统的 在传统CD里面建模二十几 左右的这个模型 在云CD应该问题都不太大 我们一下早点发布云CD的这个公测 这个等到四月十五号吧 关于这个先测云CD这一块 我们最开始对标的 就是onshape 然后onshape应该是被PTC公司买了之后 我们跟onshape的 最开始一般的这个技术路线 最开始我们是对标它 然后后面也做了我们自己 面向国内应用的一些改进 主要还是对标onshape 云CD的优势刚才其实也讲了 应该在前面也讲 主要是它的利用云端的一些计算资源 和存储资源 还有利用云端的一些存储 能够进行大数模的浏览 前面也讲 跨平台 跨平台的这个设计 还有这个 我们讲的大数模的这个装备 以及我们讲这个自主的这个约束修解器这一款 行 感谢大家的聆听 以后加强沟通 谢谢大家